大理区十九甲地区的好莱坞街 甲堤三街附近区域 近年来着下大雨就会淹水 整条马路仿佛像小溪流 透天别宿连车库都会进水 让住户抱怨连连 西元林密寿街或民众陈勤 邀及市府水利局、建设局等相关单位到场会刊 预计将附近几条巷弄的侧钩加宽加深 并且设置一只寒管来增加排水量 希望解决淹水困扰 强翘雨来袭不止整条马路仿佛小溪流 大水还淹进住家车库 让住在十九甲地区的好莱坞街 甲堤三街附近区域的民众是抱怨连连 我们每到下雨天我们那边都淹大水 如果雨水挤的话 这个情况之后再维持都七年左右了 现在我们六街那里都淹到半个轮胎以上 我们八十六号那里都到屋子里面去了 已经好几年的问题了 以前也都要参观单位来处理 都应付一下而已 七年来只要下大雨当地就会淹水 居民多次反应都没有解决 深受淹水之苦 为此市议员林碧秀邀及市府水利局 建设局等相关单位 现刊这一带水路后 预计将附近几条巷道的侧沟加宽加深 并增设一支寒管增加排水量来改善 后来有这个到三个到甲堤三个之五个 这个淹水的问题 一块来要让他们完全来答 感谢我们马路仿佛小溪 真的很良心的研究 今天我们马路仿佛全港来做创业会 已经有解决的问题 研究出来 因为那里有西洋厨 输出这些一块一块的水 没有连贯 贯通 主要的淹水的问题就是强降雨 那收集的一个测沟 它可能尺寸太小 所以说我们针对这两个淹水点 我们准备就是跟建设局养工处 一起来配合 把这个测沟加大加宽 跑莱坞街一带淹水改善工程 市府水利局预计明年农历年后进场施工 工期约两个月 将在明年五月训期前完成 有望降低淹水困扰 记者赖秋风台中采访报导 在明年五月训期间